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90度鞠躬線上歉意 藝人顏雅倫六月現身網紅妖樂記者會現場 令全場錯愕 好 前前面 情緒失控低頭不語 記者會一度中斷 顏雅倫當時遭妖樂指控 偷拍不雅影片還外流 不過雙方卻各說各話 絕對沒有強迫 或是強迫 強迫任何意願的事情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 他要用這種東西 事件延燒至今 事件在8號起訴顏雅倫 雖然檢調認定未涉及性侵 但事發當時遭妖樂只有16歲 未經同意拍攝影片 已經構成兒哨性博學罪 但顏雅倫也發文 質疑遭遭遭遭遭遭私人感情 佔據版面感到無奈 對此遭遭火速發出聲明回擊 他指控顏雅倫一再不實辯解 試圖混淆視聽 更將罪行美化為私人感情糾紛 他也強調這絕對不是 無足輕重的私人感情 而是毀滅16歲少年人生的 重大打擊 針對檢調證據不足的部分 將會申請在意 不只顏雅倫多項代言全丟 昔日有抖音男神稱號的藥樂 在社群累積高達38萬粉絲 卻在6月中之後停止更新 雙方付出置路 中間卡著MeToo官司 恐怕真的遙遙無奇 進行為黃玉廷採訪報導